九月奇迹也曾经风光无限家喻共享,先后五次登上春晚,创造了中国美、中国范儿等一系列快制人口的歌曲。 九月奇迹也曾比肩凤凰传奇,不同的是凤凰传奇并不是两口子,只是搭档,而九月奇迹的王小海、王小伟现实生活中却真的是一对。 两人的爱情故事也曾感动了很多人,只是没有想到最终这对才子佳人还是败给了婚姻。 他们走过十二载风风雨雨,终于修成正果,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。 可结婚仅仅两年,他们长达十四年的感情,却宣告破裂,让人无限惋惜。 2020年10月4日,王小伟发微博宣布两年前已和王小海离婚。 他写道,两年前,当你我遗憾转身,唯有祝福藏在心间,山高水长,愿君务必珍重。 随后,王小海转发了王小伟的发文,并写道,如你我这般爱过,此生足矣。 网友们才知道,他们早在2018年就已经离婚。 他们经过十二年爱情长跑,婚姻却只维持了两年。 曾经那么合作默契的搭档,曾经那么相爱的伴侣,怎么就突然分崩离析。 自宣布离婚消息后,他们再没有同框过,如今已经两年过去,如今的他们发展得怎么样了? 王小海,1980年出生于辽宁沈阳,父亲是东北大学的教授,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。 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天赋,让他很自然地热爱上音乐。 学生时期,他就多次参加比赛,组建乐队,但是父母还是认为选择音乐作为职业不安定。 于是,王小海最终选择进入沈阳大学会计系,毕业后当了几年的会计。 他发现,这种一眼就看到头的会计师生涯实在太没有意思了。 于是又重新回到追求艺术梦想的人生道路上。 王小伟,1983年出生于辽宁大连。 和王小海的境遇不同,王小伟可以说是集万宠为一生的成长。 他是在家人的权利支持下追求自己喜欢的音乐,更是中国第一位双排剑艺术硕士。 2004年9月,王小海到沈阳音乐学院听双排剑独奏音乐会,表演着正是王小伟。 王小伟的双排剑独奏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,台下王小海被台上的王小伟深深吸引,心底瞬间生出了一种对他的异样倾诉。 音乐会结束后,王小海冲到王小伟面前自我介绍,名字仅有一字之差的巧合让他们倍感亲切,感觉冥冥之中这是命运安排的相遇。 他们很自然地成为了朋友,而且他们都热爱音乐,经常讨乐音乐。 王小伟发现,王小海在音乐上有着非常高的天赋,尽管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,但是王小海在作词作曲方面非常的精通。 两人在接触中感情也越来越深,但是两人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。 在外人面前,他们以兄妹相称,因为两人的名字也很像兄妹,大家便信以为真。 一次,两人一起去商演,路上突然发生了车祸。 在剧烈的冲击下,眼镜的碎片划伤了王小海眼周十几处,险些失明。 王小海痛得几乎晕了过去,可这种时刻,王小海完全不顾自己严重的伤势。 第一个反应是,王小伟怎么样了? 那个瞬间条件反射式的反应,让王小海知道自己深入情望,无法自拔。 当他看到王小伟只是受到轻伤后,才松了一口气。 而王小伟这边也非常担心王小海,他在经过简单的爆炸后,就马上前去照看王小海。 由于王小海的伤势较重,在医院住了好久,王小伟一直悉心陪伴。 如果说是共同的兴趣与追求让他们相遇相识,那么这场车祸则是让他们决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。 他们才意识到他们谁也离不开谁,只是身处其中浑然不知。 这场车祸反而让他们因祸得福,不再掩藏自己的心意,从朋友转变成了恋人。 王小海再一次按下决心,一定要让王小伟幸福一辈子,王小伟也决定与王小海同甘共苦。 2007年,王小海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去北漂,寻找发展机会。 可王小海到北京后两眼一抹黑,完全找不到演出的机会。 他只能住地下室,吃最便宜的饭菜。 在寒冬,他甚至连一双12块钱的袜子都舍不得买。 王小海最难的时候,他没有跟王小伟提一个字,他不想王小伟为他担心。 因为他承诺过,等他混出来了,就接王小伟来北京,所以他不忍王小伟知道他的惨状。 可王小伟还是知道了,他二话没说,放下手上的工作去了北京。 王小伟不忍心自己的爱人独自闯荡,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。 有了王小伟的陪伴,王小海感觉像打了惊险一样。 他们努力录制歌曲,课程光点,把蝶片送到音乐公司。 渐渐地,他们在小圈子里有了一点小名气。 有了一点小钱后,连给自己买一双12块钱的袜子都舍不得的王小海, 有了钱就去请王小伟吃好吃的。 王小伟年轻漂亮,身边总有不同的追求者,承诺可以给他更高的平台。 而王小伟严厉,只有王小海。 金玉出现在2008年,他们收到了星光大道的邀请。 当时,星光大道是真正的造星工厂,王小伟和王小海十分看重这个机会。 两人就此组成了一个组合。 王小海说,我和小伟从第一次相遇就是奇迹,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九月,第二次见面是九月,第三次见面也是九月。 三个九月让他们相信有奇迹发生。 于是,随即组成了音乐组合,九月奇迹,更是希望自己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。 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,他们一路过关斩将,最终顺利拿下了2008年度总冠军的奖杯。 他们从积极无名的小歌手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组合。 他们演唱了《中国范儿》、《中国美》、《盛开》、《大好河山》、 《你若盛开》、《恭喜啊恭喜》、《花为美》等深受欢迎的作品。 2014年9月,九月奇迹在北京奥提中心举办九月盛开见证奇迹个人演唱会。 他们的事业到达一个定峰。 王小卫与王小海患难与共,一起经历了风雨,终于一起看到彩虹。 他们享受彩虹,也感受是时候给爱人一个承诺了。 他们走过12年爱情长跑后,于2016年正式领证结婚。 王小海写道,让你幸福一辈子,我才做了12年,还欠你大半生的幸福,我会加油。 结婚后的两人仍然很恩爱,经常撒狗粮,让人感觉他们的感情非常甜蜜。 可两年后,2020年10月4日,九月奇迹公布两人2018年就已经离婚。 事实上,从2018年后,王小伟已经十分高调地在单飞。 王小伟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生日现场照片,但这组照片除了自己就是工作人员,唯独没有老公王小海。 另外,王小伟手上不见婚解,当时就有网友猜测是不是离婚了。 很多人都不解,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离婚了? 从相恋到结婚,他们花了12年,而从结婚到离婚,却只有两年而已。 难道说,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,这对乐坛金童玉女住北京地下室时,他们可以一碗泡面一人一半,他们在车祸现场可以忘我的想着对方。 最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放弃? 不仅放弃这段难得的感情,也放弃这段难得的事业。 直到如今,王小伟和王小海都没有解释过离婚的原因,但有知情的网友透露,两人离婚是合并分手,财产也是协议分割的。 王小海算是晋升出户,九月公司留给了女方,而且双方对婚姻也是忠贞的。 离婚的主因并不是感情问题,而是一个特殊的原因。 那么,是什么特殊的原因呢? 有网友猜测,可能是因为发展理念不合。 王小伟希望有更大的发展,而王小海则向往安定,希望能够有个家庭。 王小伟一个人又能唱歌又能弹琴,而且是手脚并行地弹她的双排键,这就说明她的能量很大,可以身兼数值。 王小海一个时期只想也只能做好一件事,之前是奋斗事业,现在想享受家庭。 但这也只是网友的猜测,王小伟和王小海离婚的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,唯一知道的是随着他们婚姻宣告破碎,九月奇迹组合也随之解散,听众们为此感到惋惜不已。 相比同样是在星光大道出道的组合凤凰传奇似乎更清醒一些,林华和曾益二人的关系更加纯粹,他们有各自的家庭,组合在一起只是为了工作。 感情是感情,工作是工作,才能合作得更加长久。 我们曾经讲过凤凰传奇的故事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一看。 如今,距离王小海和王小伟离婚已经过了四年,今天的他们都还好吗? 很显然,他们已经踏上了不同的道路。 王小伟换了搭档,混得风生水起,王小海沉寂过后,重新振作,却依旧无人问津。 看重事业的王小伟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新搭档,徐子薇。 《九月奇迹》的经典歌曲《中国范儿》《中国琴》都是他帮忙创作的。 《九月奇迹》保留了之前的名字,而《男生》演唱,则变成了徐子薇。 观众熟悉的《中国范儿》不再是王小伟和王小海的专属作品, 而台上表演的只有王小伟跳跃的双排键和清朗的歌声,没有了厚厚刘海的王小海。 听众们不买单,表示,如同家用电器,还是喜欢原装。 只有王小海和王小伟搭档,才能叫《九月奇迹》。 王小伟也意识到这一点,开始转型,往个人表演方向发展。 2021年12月,王小伟发布了他的一则表演视频,展示,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。 而且王小伟还经常出现在各种活动中,线上的,线下的,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王小伟还创立了《九月教育》,并且担任北京音乐家协会电子琴盘学会会长。 事业可谓是风生水起,人气也热度不减。 可王小海离开王小伟后,似乎发生在他身上的奇迹,也就终止了。 自从公布离婚后,王小海就石沉大海,最后一条微博也停留在宣布离婚的那一天。 之后,他的生活似乎就静止了,再也找不到和他相关的半点消息。 在家人的鼓励下,王小海意识到再这么沉寂下去不行。 于是,吕一位同在《星光大道》出道的名叫陆海涛的歌手组合,可似乎并没有什么水花。 王小海、王小伟离婚后,二人三事业上分道扬镳,已成定局。 王小海不再走窍,王小伟仍然风生水起,但没了九月奇迹,也只能叫四月半。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,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